一流的影视圈资源,最招人恨的还是他竟然抢走乌雷老公陆寒,即便是如此,但是关小彤的观众缘越来越差,好好的一副两王家四个二的好牌,生生打成了这样吗? 一、高起点,无极虽然砸了陈凯歌的招牌,但是不妨碍她的话题度,关小彤凭借这部电影,正是走入观众的视线,真正是迎在了起跑线上,二、国民闺女。 上大学前的关小彤一直致力于出演电视剧《好先生一扑二主》等一系列电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,并且还因此获得了国民闺女的称号,可以说,凭借这些口碑不错的电视剧关小彤,积累下了不错的观众人。 三、人设走向开始跑偏。 从上大学开始,关小彤转换了人设,一开始她想往学霸方向发展,高分考上北影之后,关小彤学霸的通稿呼啦啦刷屏,跑男中解了一个二元一次方程,就被称为学霸,是不是太夸张了? 夸张的炒作,让观众开始对其有反感的情绪。 四、演艺生涯开始跑偏。 从之前国民闺女的人设开始,关小彤拿过最佳女配的奖项,这是对她演技的肯定,而且在变脸莫测的娱乐圈中,关小彤的脸变识度很高,加上大长腿好身材的加持,还有各种圈中求之不得的资源砸过来。 可是关小彤的戏路跑得越来越偏,好像是毫无原则的揭起,只为了刷存在感,九州天空城不消说,妥妥地扑街了。 你以为这是关小彤最无底线的作品了吗?哈哈,看看这个。 极光之恋一惊问世,便打破了豆瓣网的记录,影视剧评论最低分诞生了,整部剧充斥着满满的玛丽苏的味道,淘宝风的服装搭配,尴尬到极点的演技。 小编只想深深地问关小彤一句,你是缺钱了吗?关小彤的演艺生涯可谓是高开低走,一手好盘生生让自己打坏了,希望来年的凤雄黄中能够踏踏实实演戏,尽好演员。